她是《水浒传》里的金翠莲,也是乡村爱情里的谢大脚,一辈子都在当伏地魔,却被一场车祸带走了性命。 这个人就是50岁离世的女演员于月仙,为了照顾幻兵的弟弟于月仙拼命工作,错过了最佳生育期,知道她意外离世,都没能给丈夫张学松留个下院伴女。 可丈夫却从未埋怨过她,还在她死后做出了令人感动的选择,如今两年多过去了,张学松还坚持着当初的决定吗? 她和于月仙之间又有着怎样感人至深的爱情故事呢?于月仙的一生经历实在太过凄苦,甚至在她小时候都不曾享受过美好的童年,重男轻女的原生家庭,让她一直背负着沉重的压力。 70年代初,于月仙在偏远的内蒙古赤峰市诞生,她是家里的第一个孩子,但一看是个女孩,父亲就没了初为人妇的兴奋。 母亲为了完成父亲想要儿子的愿望,只能不停生育,怎料造化弄人,接连三胎都是女儿,父亲毫不掩饰对他们的嫌弃。 以至于于月仙小时候听过最多次的话,就是父亲的那句生一堆丫头片子。 终于在于月仙十二岁那年,她有了一个弟弟,可父亲的偏心也越发严重,这也成了她噩梦的开始,甚至还差点因此错过自己追梦的机会。 于月仙从小就喜欢跳舞,还在妈妈的支持下进入舞蹈队学习,可父亲却觉得这些没什么用,也不想在女儿身上花钱,于是一直叙叙叨叨,想让于月仙早点去打工挣钱,还说出再敢跳舞当舞蹈演员,就砸断你双腿这样的话。 就这样,于月仙没能在舞蹈这条路上继续发展,反而是堵了一个普通中砖,计划着一毕业就赶紧赚钱养家。 怎料弟弟八岁那年,一个噩耗让全家陷入水深火热之中,那年于月仙的弟弟被查出患有脊椎病,必须坚持治疗,可家里根本拿不出高昂的治疗费,更何况这病还需要长期镇治。 虽然父亲重男轻女,可不管怎么说也是自己的亲弟弟,于月仙没法做事不管,于是二十岁那年,他就去当了一名老师,赚钱帮弟弟看病。 好在于月仙干的是幼师,还可以在教小朋友的过程中也过过跳舞的瘾,原本以为这辈子也就这样了,在料改变命运的机会却悄然而至。 1992年,于月仙无意间看到了中央戏剧学院的招生简章,想追寻梦想的火苗再次在他心中悄悄点燃,于是他不顾父亲和单位的反对,毅然决然地报名了。 事实证明于月仙的确是有天赋的,他长得漂亮,骨子更是优美,顺利通过了考试,可录去是一却重重困难,他差点就没法去报道了。 原来在父亲和单位的共同反对下,于月仙的档案被压着了,尽管他苦苦哀求,父亲就是不愿意让他去上学,毕竟弟弟的病还需要他赚钱医治,这时又重返校园不就是赔钱。 幸运的是,于月仙遇见了一个习才的好老师,中系的招生老师得知了他的情况后,便和当地教育局沟通。 在多方努力下,他几经波折,终于顺利进入了中央戏剧学院的校园,就是在这里,于月仙遇见了同班同学张学松。 在日复一日的接触中,二人十分合拍,并渐渐确定了恋爱关系,可于月仙的情况却比其他女孩复杂一些,除了打工赚生活费, 他还要夺攒一些钱,寄回家帮弟弟治病。 如果是一般男孩,遇见这样的伏地魔早就跑了,可张学松却很心疼于月仙,也被他的善良所打动,并支持他的决定。 就这样,二人一路砥砺前行,互相鼓励着,一直谈到大学毕业。 终于能出道演戏了,于月仙很努力,为了赚钱,更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。 但他和张学松的北漂日子却过得很辛苦,为了减少房租,他们时不时就要搬家,找价格更低的房子。 持穿用度更是能省则省,不该花的钱绝不多花一分。 好在小情侣喜约不断,以后的日子总归还是很有探头的。 那期间,于月仙接拍了《水浒传》《西游记》《后传》等剧。 虽然没能大红大字,但也积累了不少经验,事业比较稳定。 于是,1999年,他和张学松结婚了,并共同承担弟弟的治疗费。 不管怎么说,于月仙都是家里的老大,赚钱能力比父母强一些。 他也心甘情愿当现实版樊胜美,为家里操碎了心。 所幸,丈夫张学松一直很体谅,从不在意他赚钱照顾娘家人。 那几年,于月仙工作很拼,根本没有时间生孩子。 他说他和丈夫就像两匹小马,必须拉着家庭的小车往前冲。 二人便商量着不要孩子,或者等家里状况好点再说。 不料这一耽误,竟是一辈子的遗憾。 于月仙一直兢兢业业演戏,但却迟迟没能大红大紫。 直到后来,表姐玛丽娟和赵本山结为夫妇,她才遇到一个千载难逢的走红机会。 玛丽娟自幼和于月仙关系很好,身边有现成的好资源,干嘛不利用起来呢? 于是,玛丽娟不停向赵本山举荐于月仙,在撩老赵却不感冒。 直到有一次,她被妻子拉去看于月仙演出,竟发现她演技还真不错。 这才把乡村爱情里谢大脚一脚给了她。 于月仙很珍惜这次机会,还去东北农村体验生活,故意吃胖,只为更贴合角色。 结果也很喜人,随着该聚的广受欢迎,她终于尝到了走红的滋味。 更值得高兴的是,有了充足的医疗资金,弟弟通过手术,病情终于康复了。 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,可于月仙却早就过了最佳生育年龄。 更令人遗憾的是,就在2021年8月,她在家乡工作,路上却意外装上了两只骆驼。 车祸很严重,于月仙抢救无效而亡,去世时也只有50岁。 就在大家为她的离世感到遗憾时,网上却传出了她丈夫和弟弟争家产的消息。 不过,张学松很快在自己的社交账号辟谣,说这些都是假的。 想必也是,这么多年,于月仙不止一次感谢丈夫对自己的理解和对弟弟的照顾。 如果张学松不能接受七弟,早就和于月仙闹矛盾了。 又何至于忍到现在,还曾为了弟弟的病,去拜访明医,四处求医问药。 而能屡次被于月仙公开感谢,也足以证明张学松的人品值得肯定。 当被问及于月仙去世了,母亲和弟弟怎么办时,张学松也回应道,还有我。 他的这一选择无疑又感动了很多人。 但其实,早在于月仙下葬时,张学松就已经有了令人动容的行为。 他让工匠在于月仙的墓碑上刻好了自己的名字,发誓与他生同心,死同学。 就在今年1月21日,张学松还在短视频账号艾特妻子的账号悼念他。 而这样向妻子寄托艾斯的视频,这两年他发了很多篇,相必还一直怀念着于月仙。 张学松和于月仙的爱情令人感动,但遗憾的是,他们没有自己的孩子。 不知临终前,于月仙是否也曾后悔过,他为家里付出了很多也热心公益,不料却没有一个好的结局。 虽然于月仙去世了,但他塑造的角色却成了永恒的经典。 在过去两年,《相似爱情》第14部和第15部还在热播,我们依然能看到他的身影。 这成为了他去世前最后的一作,也希望于月仙在天堂安好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